周深今晚又有新舞台了 周深加盟央视2023杨帆远航大湾区音乐会终于要开播了 3月17号晚20点06分锁定央视一套或三套 共奏盛世华章 大家不要错过周深的精彩舞台 原岁月的长梦创新 记忆凝成的面孔 来时随风走向永恒 寄托着时间的冲击 在美丽的小村漫步 日子凉成绚丽光阴 一路山水走成风景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昨晚在大抵回生 中国文联文艺助力乡村振兴 原创歌曲专场演出中 文艺志愿者周深为大家带来了绽放的笑容 为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创作的歌曲 他的演唱状态出奇的好 这首歌真的是安安静静的温婉大气 让人感觉太美好了 一幅幅美好的画卷在眼前逐渐的铺陈开来 不自觉的笑容就绽放在了脸上 周深歌声里的荡漾而出的泛音感 真的是太迷人了 简直能够让人沉醉 所谓流淌的歌声 大致就是周深这个样子的 真的天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美美的香村满幕 雨似亮着绚丽光影 一路上吹走成风景 扬抵着幸福的小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千万丈帧风的微笑会唱 天下的痛 我们的梦 周深被新海诚本人夸赞 周深伶牙之旅备受认可 新海诚越期待首映里见到周深 昨日新海诚导演在采访中提到周深演唱的 《灵牙之旅》同名的中文主题曲 新海诚表示他唱得非常非常的动听 不知道今天首映里能否见到本人很期待 他也谈到了两个版本的区别 日本版实名演唱的感觉是从小岛上走出的女孩 周深演唱的是在广阔土地上很恢弘的感觉 而且中文版的歌词也非常的优美 明天直接周深さんお会いできるの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お会いするのが今からとても楽しみです 我听了这个中文版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动听 看看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能够见到他本人 我很期待 提出その言葉がすごく美しいなと感じました 是这个主题曲叫《灵牙》 就是叫《死字妹灵牙》 那这个呢 日本版是一位叫做十明的很年轻的一位女孩子 他演绎的 然后在中国呢 就是我也听了这个周深的演绎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区别就在于 十明唱出来的好像就是一个 从小岛上走出来的少女的这种心境 而周深唱出来的感觉呢 是那种在广阔土地上的那种非常恢弘的感觉 同一个曲子两种不同的演绎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他觉得这个中文版的歌词也非常优美 辛亥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述 我并没有感到意外 音乐是不分国界的 辛亥诚或许不太精通中文 但相信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周深在歌曲当中 传递的那份美好 很多的观众之所以喜欢听周深的歌曲 不光是因为周深的唱功厉害 更是因为周深在演唱歌曲的同时 会往当中注入非常多的情感 在周深看来 歌曲是传递情感的一个载体 他把想要说的话都放在了自己的作品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演唱出来的歌曲 当然会无比的动人 辛亥诚相当的认可周深的实力 相信如果未来有合作的机会的话 辛亥诚说不定会与周深进行合作 目前《伶牙之旅》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这首歌曲现在还很多排行榜上挂着 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首歌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 周深在发布《伶牙之旅》这首歌曲之后 发现有人评论说周深的资源实在是太好了 周深的资源的确很好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周深的这些资源都是靠自己实力获取的 如果大家都对周深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周深崛起的经历 他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主办方愿意邀请周深 一方面是因为周深有着很高的人气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 周深能够轻松驾驭各种类型的歌曲 提到周深 路人脑海当中最先浮现出来的是各种优秀的歌曲 而不是各种无厘头的热搜 我觉得这已经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饿了吗实力官周深 出了一年的免单一样 大家大声告诉我你们都抢到了吗 抢到了就非常恭喜你 如果没有抢到没有关系 因为新的一波福利马上就来了 3月18日饿了吗将有一个大动作 就是启动2023饿了吗免单计划 而我呢这次也会有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饿了吗免单招募官 饿了吗免单合伙人招募开始啦 希望所有能够有才能的小伙伴们加入我们 一起成为免单合伙人 3月18日呢我也会在饿了吗直播间陪伴大家 为大家发放免单资格 记得不开来看我们哟